现实中的童话故事往往不以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生活为终点 昔日眷侣总结潘月明婚姻亮红灯后分手原因也众说纷纭 随后一段机吻视频将演员王大志推向了舆论的缝口浪尖 日前退出娱乐圈许久的王大志神秘现身北京 在安排好住宿后王大志相约好友张国强来到一家小饭馆吃饭 并拍下了一张合影 只见照片中王大志心情大好开怀大笑 似乎已经走出了阴影 而与老朋友的相距更让他彻底释放 除了说不完的段子和友情 更不断密谋着他的大事 知情人士透露上半年经过了与董洁的缝缝于遇 王大志显得异性阑珊 一年来大门不出 在家专心筹划自己的电影 连续诗约几个新戏北京发布会的王大志 此番低调来经的目的 是为自己的电影做前期准备 无论是剧本还是筹集资金 都是情力情为 并有意转为幕后自己担当起导演的角色 此次与张国强小剧 是不是利妖七哥出演自己的处女作 王大志三尖其口 只是单单地表示 目前还正在筹划当中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